一路的一根阳线啊 今天上涨幅度是百分之应该是1.36 这走是等于实际上我们上周四的预测是对了 上周四我们判断说在下去之前 可能会做一个类似于双底勾上去的动作 但我们昨天说因为已经连续震荡三天不动了 所以这个概率上更大可能是一个横向震荡 那实际上错了 其实这种对错呢 在我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大的结构向下的基础上的 其实只是一个概率分布问题 这倒不是说因为今天涨了 我回头去解释它 在我看起来就是这样 所以眼前这地方现在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看这波往上推升的力度 我们之前上周四预测是这次可能是攻3300 现在还有50点左右 这里面核心是看在演变的过程中 接下来我估计啊 直接推上去但应该没这本事啊 我估计走过一分钟震荡是大概率时间吧 然后关键是震完了以后怎么走 这个往上走就不能被吃 如果一被吃基本就结束了 我现在还是认为从概率上来讲 这地方震完了上不去的可能性大 然后我得跟大家多说一句啊 如果是我说如果啊 这次还上不去 这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这个时间可是足够长了 先从一个小中枢转变成个大中枢 时间上来讲其实已经快俩月了 这两个月如果还不上去的话 那我跟你讲从概率上来讲 这轮往下去有可能直接朝着2863去 比如说啊 这种可能性就有了 那至于他是怎么走 是说上不去以后继续下来震 再震再震 还是怎么着 这是后话 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以后 我觉得得引起足够高的景体了 就是这儿再不上去 这地方可是有点问题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能得稍微注意一点啊 当然眼前还是可以的啊 中正1000今天也反弹了 这个力度比上升指数还是要高一点 这个倒也是情理之中 我们前面说了 因为我估计啊 因为当时我判断 我说这是中期高点 那得有二脉吗 我感觉现在还是奔着二脉的做法做 当然它没结束 这个一分钟中枢被迟以后 现在起来 现在正朝着这去 然后显然进入中枢以后 我应该就开始遇到压力了 咱们就看看这个过不过的去呗 过不去不就是五分钟级别的第二点卖点吗 所以从大的方向看 我现在假设推断是上证指数上不去 中正1000总而卖 那么怎么样打破我这个不好的假设 那么就是对上证指数而言 3300点红旗插上去 300确认 最起码最最最最最起码 一分钟300吧 对中正1000而言 既然我已经假设它是做二脉 你就要知道这轮它的压力应该最大的点大概在这 7105点 好把它站上去 差一个一分钟的300在上面 好了 这就是能把我的假设推翻掉的条件 如果没有达到 对不起了 我只能假设它就是弱势 所以目前从市场的角度看 我觉得我们还是以这个弱势的思路去看 目前这个整个的看法在没变化 然后咱们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热点角度看 今天涨幅靠前的东西呢 反正五花八门 如果从板块上看呢 其实今天一个化学原料倒是有点意思 你像小金属电力设备金属新材料 这就是稀土 汽车等车 这都是之前表现挺牛的东西 今天多多少少其实是有点 就是我说的跟中正一线一样 朝铁反弹 但是他不是 这东西呢 有点意思啊 我觉得他的中期结构其实不好 我觉得很一般 但他短期看着有点意思 你不觉得他很像是一股五分钟的震荡 然后现在开始有点想要出中枢吗 但他的压力就禀在这 我也不知道他出不出的去 那么出的去 怎么办 三百再说呗 所以现在肯定没有必要着急吧 我们那个叫啥呀 我先忘了这啥名 叫那个 利安龙 他不是化学原料 他叫化学制品 当然今天还行 这个说实话板块指数看起来就没有刚才好 这看起来也像是做二脉的样子 所以所以这可能是今天我觉得稍微有点差异 当然小金属这个走势呢 其实你要愿意看呢 他的调整就比其他的板块略为充分一点 但是本质上来讲我觉得都属于前期长的比较多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看都还没有到位的迹象 然后呢 电力是有点意思的 电力吧 我个人觉得还是跟欧洲这次能源危机有点关系 但电力涨了这么多以后呢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就是跟煤炭比起来 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也是一个不大舒服的位置 电力呢 比煤炭略为好看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我知道它是有支撑的 它不回到下沿它如果能再再回一个这儿 哎 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电力这东西我觉得的好处在于它跟煤炭比 它还有个公用事业属性在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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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钢口航运有点像 煤炭今天还行 有点自我救赎的意思啊 我前两天说它不行 因为我怀疑它是昨天的阳线是反抽吗 今天这个阳线出来以后 其实就把那个小压力过了 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下上 但是这基本上不能买 还得再有一个下 这个下下不去了 煤炭其实是可以看了 但是我不太能找到煤炭很好的标的 还是最凶的就直接攻呗 直接攻出三买 这种基本上不考虑了 中线我觉得风险挺大的 几个核心板块的情况呢 大致是这样 然后我们说到港口航运 其实我还是觉得走的是不错的 对吧 包括跟它比较近的物流 今天有点意思起来了 物流最近出了个小牛股 叫天顺吧 是叫天顺吧 对今天第四个涨停板了 挺好的 因为这个你一个板块要走强的话 总归里面先出点幺蛾子啥的 是吧 所以接下来看一看 对整个物流板块的带动吧 其他的没法说 我觉得基本上 说实话还是那个观点 我看不太出来 现在 有人说你怎么老看不出来 你的水平也太差了 那就是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 你说现在走得很清楚吗 我觉得新热点就是不清楚啊 就是我只能讲煤炭这一路 燃气煤炭油气略微好像强势一些 其次你看谁 其次就没得看了 我们说到港口航运这种物流 反正算是一个还行的方向吧 其他的真正现在看不太出来 大消费率现在都比较差 我觉得 所以热点这块 我们还是现在是应该说是没有完全看清楚 现在只能还是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清仓 做一点我们觉得有几乎的个股 全英经年反弹 这事不难猜对吧 我昨天跟大家讲一分钟被吃 但是我对这股票实在提不起兴趣来 这这中线总是太弱了 我就过了啊 后面如果能形成一种这样的震荡以后 咱们再说吧 现在这里真的是 我觉得有点鸡肋略微啊 我对他不太感兴趣 我跟你们说一下 中级黄金其实要开始看了 我觉得就这半天 我说我是给你们说中级黄金好呢 还是吃虹心者好呢 因为吃虹心者我前面说的这更强 我觉得这半天咱们要不还是从中级黄金开始吧 为啥 吃虹心者这个走势呢 在月底下大家看 其实有可能形成突破的 但是咱前面说了吧 他要是突破以后 咱们是不是得等五分钟三百 五分钟三百呢 我估计得等一阵 对吧 如果上去马上调 就出不了三百 得再拉一两个中央线 然后慢慢再调和三四天 再登个一两个周啥的 但是中金黄金呢 虽然没有他强 但中金黄金这地方呢 我倒觉得一个一分钟三百就可以做 因为压力就在这 现在已经顶在这了 对吧 从时间上来讲 中金黄金可能近一点 第二个我还是在思考我前面说的逻辑 我这人的特点是这样的 大致了解了 我肯定会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我不管他成不成 但总归走成我 我说的某一种嘛 我考虑的是万一这再晃两三天 完了这没上去以后 啪来一个共振 跟港股美股啥的一起空思空思 还掉 这一出来 那不得有恐慌啊 那么恐慌一来 谁有机会呢 我觉得两项一比较 贵金数好像还占点优势吧 所以中金黄金也走到这了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这前提是你们得跟我想的一样 如果你们觉得没啥风险 就别弄他了 因为他没戏啊 如果没啥风险的话 中金黄金应该不太会涨的 除非突然间美联储不加息了 这种可能性短期看很小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纯防守性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你说会不会来这件事情 我也讲不出来 但我就觉得可能性挺大的 所以中金黄金这块 如果一分钟出三买 我觉得是可以看的 红冬航空这个反弹 现在看不了 我说了 因为这地方你还得防 它是个反抽 而且这里边红冬航空 其实就围着这个一分钟中枢 其实开始构子有点构造 更大级别下带中枢的意思了 这个不行了 现在做不了 三文项羽是我们重点观察的品种 因为是物流嘛 那现在你大致可以认为 下 上 再来个下 哎 我觉得这个结果出来以后 咱们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等三百入手了 当然有没有三百是立即说 是吧 所以现在下文项羽 我觉得中枢还在构建过程中啊 还不完成 没完成 小蚌蚪现在已经长了两后腿了 前腿还没长出来 尾巴还在 还没变青蛙呢 那再等会儿 好吧 啊 像是累利吗 有点纠结 呃 我前面跟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股票的位置呢 我也退到悬崖边上了 我挺喜欢退到悬崖边的股票了 不能再掉下去了 今天这个反弹嘛 你说他强嘛 他也不强 你说弱满满 凑合还 啊 我是觉得呢 这地方按理说应该要发力了 今天没发力啊 这三个多点肯定不是发力 他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么看 你可以认为这是个一分钟上两钟书 但是他还没出去 我觉得要么咱们再看一篇 明天如果往上走 这个上一定得有力度 但凡是没力度的 长个两三个点就回得到压力 这种就别多想了 走吧 这次拿着小钱出去吧 玩了 然后什么时候等过了 这是什么再说 如果能快速拉伸过掉 这是可以继续拿的 然后还有种情况在那房吧 万一他不行怎么办呢 咱们当时买进的价格 建议大家买进的价格 是这个价格吧 我觉得要不就这样 咱放一个成本单吧 嗯 29块8毛8吧 好像是 8毛4 28块8毛4 咱们就这样吧 28块8毛4这个价格不能破 如果他明天晃晃晃晃晃晃 啪啪掉下来了 玩了 因为这种时候 他掉下来呢 我的经验是他不一定下得去 但是这种走势一掉下来 就说明他肯定不强嘛 不强我 我为啥要做呢 我至少全市人退 我没亏钱嘛 我觉得也没啥 其实市场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 所以明天先看 我估计明天还有的拉 拉一下看力度呗 力度不行了 就咱就主动跑吧 至于赚不了多少钱 这事就先放到后面再说吧 然后咱们看后面有机会 如果是往下掉 就是我说了成本这件事 到了就扔给他吧 好吧 所以教宿的例子 咱们这么处理 啊 利安龙呢 本身没啥可说的 因为我说这个股票 就有点走成腰票的感觉了 就是他很独立很独立 但是你说他有什么皮财啥的 谁也不知道 对吧 然后呢 现在走法呢 是可以持有的 因为这地方你就可以认为 我这么会给你们画啊 其实这个中枢啊 这个中枢不是五分钟中枢 这是一个接近五分钟中枢 我就近似的约到一五分钟中枢吧 然后这是个一分钟中枢 我现在想这样的 因为市场其实不好 我们呢 把盈利预期啊 稍微降低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明天晚上冲 一分钟是背驰 我就会建议你们走 走完以后呢 如果能回下来 咱们再见 我是想稍微滚动一下操作 因为 我这会儿也没有特别高的预期 说他一定能走成这个几千个票里最牛的那个 我感觉有点难 行吧 如果是震荡就不理他 然后咱们已经把成本移动到 那个啊 就是咱们的买入成本是这儿 是这儿对吧 首盘那是多少钱来 这是 53块06分 对吧 53块06分 应该是在哪儿 应该是在 在这儿吧 对 我这3块06分 就这儿 差不多这里 那胖的成本不玩了 好吧 所以现在往上走 可以接受 要注意明天一分钟没有背驰就行 嗯 别的39今天算是救回来了吧 因为管理39咱们大家都在等着 看看戏 看了有没有三脉吗 因为之前的这个上涨中枢 上下涯在这儿 而今天呢 我个人觉得已经救回来了 当然呢 可以等等确认一下吧 我估计明天可能还有个再向下 这个下只要别创新低 然后反手一拉回来 就救回来了嘛 就把这天一过就行了 然后你就别理他了 你就拿着呗 那现在操作也比较简单 就是直寸点还放在这儿 破了肯定是扔给他了 然后如果说明天是正常走的话 反正就就拿着吧 现在整个重要板块肯定不强 但是他算是重要板块里中期结构 我觉得还是应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股票 毕竟这个震荡时间足够长 虽然这儿不是在绝对的下沿吧 我觉得至少下沿的意思是有的 这地方如果能守住这儿能推一推 还是有机会推出新高来的 我们持有啊 持空信者我说了 其实这是一个挺 我挺看重的一个标的 但是眼前我们先从中级黄金看起吧 成功信者这地方 我们等个五分钟的回答吧 好不好 别的没什么 就中线这块 咱们基本上最近除了江苏雷历 利安龙跟华人39 这其实已经三个了 我说三个就相对可能已经有30%的仓位了吗 101010 接下来有可能还有个中级黄金 当然大家不一定三个都有 这个我知道中级黄金跟相不相语都有可能有 反正你们自己协调五成是顶 顶了啊 就绝对不能过五成了 哎我说绝对不能 这个词是不是也不对啊 就是建议啊 然后你们也不用都买 你们自己看一看 比如说你要觉得没啥风险 你就不用碰中级黄金 或者你觉得 华人39不好 或者你觉得利安龙不好 或者雷历不好都行 没事 你就自己挑挑看 你觉得中级有一两个两三个还行 你可以试试看 热点这块我说了 其实我我看不出来 我很希望我们选到的东西 最终压重它 比如说这个 下面向雨最为了成热点 或者江苏雷历 或者炼龙比较难 我觉得 我还是算就成热点了 但这个事现在得得耐心看了 哎呀 今天利中卖的不好啊 同学们 利中呢 我为什么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这 我建议大家走了啊 首先呢 利中跟江苏雷历呢 其实有人说 不是差不多 为啥雷历能留 利中就不能留一留呢 我说了一个是中线一个是短线嘛 我的我的期望值不一样 利中这位置呢 其实我已经能看出是个很弱的走法了 因为他早 就是我让大家卖的地方是卡在这对吧 这前面有个压力 我就跟大家讲了 我说这地方下午一定要看他突破的力度 然后我下午看着一分钟图的时候是这里 他一开放不是突破吗 往上 这个回拉一回拉我就知道 哎呦 我当时感觉就这地方悬 我当时想的是要么这就是顶 要么就是围绕着这个震荡 把它应声上震成一个更大的中枢 但是在这么弱的位置上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留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分析一出现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在这就跑掉了 事后呢 他是震了震 然后震了震以后采用延伸向上的方式走 当然力度呢 目前还是没放出来 当然赚还没赚多少钱 实话 没办法 现在市场是不太强 我觉得先走了吧 就这个就先别回补了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我还是觉得挺有风险的这个位置 我们当时说的也很清楚 我觉得短线下不去 但是下不去至于转成微型反转向上 还是转化成一个横向震荡 不知道 现在这里如果它够强的话 大家可以去碰一下这里 但是我觉得短线就算了吧 这里 你就没必要在这再去拿了 所以今天立中集团 我们今天一定要出掉了 好吧 风雨柱跟中央传媒肯定都没有买点吧 一个没出三买 一个强势强 但是调整不是我们要的位置 然后这个中级高新 现在不行 做不了 这个位置像是一分钟下跌中枢的延伸 这现在做不了 还在等往下走的被吃 所以短线这块来讲 应该是没什么太 就是从我们的股票来看 目前没有太多机会 所以这两天反弹好的应该就是前期跌的厉害的 我们在上周三的时候说了 这其中 立中呢 还凑合吧 所以整个短线的情况是 我觉得现在不太好做 因为整体的市场背景 我也觉得现在这位置挺难 如果真要被我说中的话 中了一千是做二卖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现在进 基本上应该就没有盈利机会了 可能明天能涨一天 如果是二卖 就明天可能就一天就结束掉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这地方触手 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下 恒生呢 这算是探底回升吧 反正恒生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挺差的一个位置 我前面说 如果啊 如果上升指数再往上反弹上不去 弄不好 你就跟恒生共振了 恒生弄不好 一下后就杀破这里 恒生昨天说了 这个地方一分钟下来还不被吃呢 我说他有没有可能在这做一个横向振荡 现在看呢 反正至少摆脱不了这种嫌疑吧 对吧 不好走的 我们关心的股票呢 小米这没法说啊 0.55都不动的 然后阿里巴巴 这都是属于震荡不动的 对吧 哔哩哔哩 那康西诺昨天少了7个点 现在跌了6个点 这走是属于很恶劣的走法 我们之前说了 这都不是被吃 应该 这种你想 这种放大量进取的人 这都挺难受的 在这进取的人都觉得自己都抄到底了 结果你想 那个位置是多少钱 80块港币 现在50块 又跌了30块 4832又快40%了 这股票就是杀人不见血的走法 这太 就是属于 这是大九二鸡 对吧 450港币 50港币 跌了90% 你说跌完了没有 我是没有 至少目前还没有 但我们现在可以等它 我觉得这个被吃是可以参与一下的 对吧 卫生这种也没法说 这种都我都觉得没跌完 所以港股我就带过吧 没有 就是目前我觉得没有 看不出来 还是等那个往下走的机会出现吧 然后大东商品这一面呢 我们最近看 有色稀呢 我还是那个观点 我真拿不太准在这里 我 我说了你要实在要做 就如果是我 我是不想做的 你实在要做 也做个200吧 5分钟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挺有风险 我会有点担心走成这种 还有一个 这个 现在 看看吧 这是看不太清楚 千今天倒是反弹了 千这阳线看起来挺吓人的 其实阳线一点都不大 你看着挺厉害的 说就0.9 因为千的波动非常小 千就没啥好说的 因为 我们之前建议大家打点底仓 止损点放在这个地方 他也碰不着 反正你只能持有 挺无聊的 但是他也过不了压力 但这呢 我是觉得就耐心点吧 先还是观察这 等过了这 咱家仓没有的话 现在就继续让他持有好了 那我会觉得 其实现在有色也确实 千应该也到了 要变盘的时候了吧 嗯 其他的像 画工里面我们看的纯简 今天还是一个阴线 挺好的嘛 咱就等他下了 我们等什么 我们等背驰对吧 啊 因为前期在这 我说这不是背驰 那也得等到心低下来 下到前地附近 如果有背驰的话 这个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的 带着看的 我说PVC 就距离区这种 反正都得等心低嘛 这都没下来呢 所以大脑商品这块 我的核心看法也是等调整 等调整 在调整里抓背驰 会比较好一些 眼前这块 反正大的方向上 我记得其他的东西 目前还没有看到 明确的这种机会 所以基本状况 跟大家聊一聊吧 我是觉得 基本就是这样 然后 呃 我说的事呢 你们也别太当真 因为你也太当真 你就很害怕了 说我是不是要把 那些东西都抛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 第一 我说的不一定对 第二 那如果指数对了 个股是个股啊 你比如说 华人三九是华人三九 巨安龙是巨安龙 对吧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这个这个还有啥啊 这个这个 江苏雷历是江苏雷历 否则你就害怕了 说那赶紧都抛了吧 是 如果万一跟我说对了 弄不好这些股票 事后也都会下 但是你这样一决策 就变成了 你是跟着指数在决策了 那那你不如就做指数得了 所以指数ETF呗 所以我就觉得 咱们既然对指数不看好 目前那么清仓 至于指数 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这个得考察 以及它走成一样了 这些个股会怎么反应 这些都是未知的 怎么样在未知过程中 能更好的下注 更好的保持自己心态的平衡 这个永远是你们 需要仔细去修的课 所以我说也不用害怕 是好害怕的 反正江苏雷历仔 也订了成本单了 哎呀大不了 白玩了呗 你就到了成本走了呗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咱们定好策略了 不用急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耐心去看 然后仔细去分辨 我就可以养成这种习惯以后 你每天焦虑感就会降低 就是说 反正呢 我也希望涨 但至于你要是不涨呢 那我也觉得没啥 那我就按照我的规则来呗 对吧 你该怎么走 你怎么走 我你别管我 我应对就行 对吧 至于我应对的事后看 对跟错 没关系 我永远是在当下做出对我最有利的决定 就可以了 因为概率这个事情 它是在大数中才能体会出它的优势来的 而不是单独的一次 单独一次 即便概率对你非常有利 你打普克牌的话 你说我十拿九稳的牌 就是我有90%的概率赢你 结果对方赢了 你说 你有错了 你没错 10%也不能说是个小概率事件吧 它就发生了呀 但是你打一把把 九十把就是你赢 没事的呀 下次还这么打 是吧 所以现在跟大家讲 就是把思路里清楚 这不能乱 要稳 不要慌 至于市场怎么转 那是它的事 跟我们无关 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它怎么走 来决定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更加合理 而我们的决策意义是 当前截止到目前为止 它的结构呈现的特点 根据这个来定我们现在的策略 就可以了 当然 这又涉及到个级别问题 大级别小级别 好吧 今天跟大家就沟通到这 接下来咱就仔细看呗 看看明天后天市场会怎么转化 好吗 各位 明天见 明天见